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赛事经济 我是贾刚璐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Master和人类之间的第34盘对决 然后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国首世界冠军十月九段 大家好 好 那今天是Master又再来到野狐上的之后的对决 那么挑战的他的是今年刚刚打进决赛的党一飞 对 党一飞九段 对 之前讲棋的时候对阿党还没有升段了 对 然后他也是通过他之前的当时BC卡杯 已经屏战的一个世界亚军和这一次已经进入决赛 对 就自动升九段 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星科九段的Master之间的对局 那么这盘棋是Master的黑棋 我们大家在看就是慢慢去看招法的时候可能也能分辨出来 就是这个 它的经典的下方 对 二肩高跳 对 二肩高跳可能是Master一个标志一个符号了 然后白棋二肩低加 黑棋B 对 白棋加丁都比较普通 然后黑棋坚冲 看来它的坚冲也是出场率比较高的一个下方 他比较喜欢这个坚冲 所以他是这个下小飞手脚下的比较少 对 他一般要不就是大飞 要不就是这种高跳 他大飞的话你再坚冲 他这个余地更大一点 所以他下小飞可能就是怕别人坚冲一个不太舒服 这样倒退来分析一下 确实 他好像从来没有给你坚冲他的机会 基本上没有 但是小飞他也下过 但是很少 对 就比如后来 就是就比如他有的棋 可能比较他判断还不错的情况下 他的小飞可能就比较扎实 对 那么这盘 然后白棋飞 然后黑棋走一下 还是挺清楚的 都是先手交换 然后就挂脚 这几个交换 我是觉得确实黑棋便宜了 白棋的效率其实有点不是太舒服 就跟这个棋型 我们怎么对比一下 差不多太多吧 这样是差不多的 上面这两下白棋可能亏了 压一下差不多 总体来讲 就是还是开局有点偏 偏这个底下 很举促好像 对 我觉得 但是他这盘 挡一飞的风格是那种 比较扎实的那种气风 他想先把这个走扎实 我估计要我下午 我觉得可能会跳起来这种 就至少不给黑棋 像是实战这样棋子的机会 实战 很扎实的 很扎实的 尾一块 对 但是就是好像黑棋这边等于是比白棋少一手的情况下 但好像大概就是效率乍一看差不多 如果这都是空的话 实战时挂一下以后再连片 这有点像很多棋手都喜欢挂一下再连片 然后把棋挂 它挂一下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如果 如果走高的就回手了 这样就以后就下一个 对 有逼住之类的 对 有下一手 对 如果你走低的话 那以后肩顶过来 这个位置差一些 然后战斗可能黑棋就不怕了 所以他就直接走这个 所以现在可能白棋飞角有点怕黑棋加外面 对 所以现在白棋就是放弃局部的一些利益 但是可以去抢攻黑棋那两个字 这边其实内部虎非常的大 超级大 就黑棋现在抢的这个 然后这两下被黑棋也是不是也先手出头了 我觉得白棋可能要不就直接来这个 别不要扳一下 就如果被虎的话 这一下法 对 主要不是那个 他可能对 他如果黑棋走的时候可能会 扳一下可能会便宜一点 但是主要现在黑棋没有交换到这一下 如果说黑棋还是像实在那么跳的话 那么白棋就可以选择这个长起来 如果说黑棋从这边虎 所以白棋会许能够攻得更好一点 至少比黑棋出头出的不那么舒畅 不那么顺畅 对 实际上好像黑棋 实际上其实这个班也没有眼镜也没有什么大便宜 被黑棋护过来 然后黑棋先手交换了一下以后 白棋给打跳 黑棋出头 就是如果白棋对黑棋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手段的话 那黑棋也就扬长而去了 对 虽然说白棋这个从这边走过来 但是黑棋从这虎 把白棋这个都限制住了 然后就是黑棋跳过来之后 也把自身的这块薄棋也连上了 本身我觉得白棋的方向有可能是在 就是从这边过来 然后去攻击杀这边的子 就是说这边有子的话 刚才说的大飞之类的 但是因为白棋这两个子现在也有问题 所以其实是一个对跑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边也是比较薄的 所以也送了黑棋两块薄棋连成一起 这样就是在走的话 就是白棋它的椅杖还是这儿的实地 所以它需要把这条边的价值去限制一下 它得先打入这边 但是白棋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对黑棋这个打的攻击的话 那么从目数来讲 那这部加的就不如这个长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 就是整体看下来好像我们这么多盘棋里面就是布局能占优的情况 很少基本上几乎没有 对可能不吃亏或者说不落下风已经是一个不错的表现了 然后黑棋这个也好大 对有厚有大 木树也很大 然后白棋拌在出头 这样的话就这儿稍微有一点点味道 对但是这边就要轮黑棋先出手 黑棋的攻击也很犀利 先拌在这个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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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着硬 对 都硬住它 这样黑棋在中复收获了一些 就是把自己的枯齐吃不仅变厚 然后还吃了一点点木 但是这样白棋就是把黑棋的上面分段开了 但是它还是有招 对 就是一般白棋也不好硬 白棋粘 然后再飞进去 白棋走了半天其实木树来讲也不便宜 但黑棋只能说这步靠是挺犀利的 对 白棋真的是不好硬 又转身了 对 而且这地方还有打断出来 也非常大 这步棋 就好像一下这儿的木又变力挺 而且之前黑棋的这几手 主要它稳扎稳打的同时 其实木树也挺大的 这样下完之后 白棋就还是回到了以炸和炸的木树为主 然后断黑棋退 白棋吃黑棋飞 然后白棋是后一个 对 白棋现在在这 现在那里面拖了一个 对 拖断 拖三三 对 对 白棋帮 反半 这里感觉也是快棋的原因 就是走了一个不太成功的一个变化 就也许可能有别的之类 也许有别的更好的 像后来这个捷打 白棋打得非常累 而且黑棋全盘是特别厚的 主要这个地方是一个两手捷 对 而且对黑棋来说 就是它有这儿的余地之后 它不是生死捷 所以白棋立 先立了一下 立了一下这个 再立一下这 黑棋也挡着 对 现在不怕白棋去看 对 如果黑棋特别担心的话 自然就会补了 对 但它显然觉得 这个捷还没有这条边带 对 因为大家可以看 对 这个地方 黑棋就算开完 你也是要再花三手才能消掉的一个捷 所以黑棋就走完 就找这样的捷就行了 就加一加 这也很舒服 本身这手棋 对 白棋不堪忍受 对 但黑棋就 因为好大 这样 这样 这个就是 那黑棋这些紫 上面紫 利用完了之后 它就又回到下面 上面价值不大的时候 嗯 对 其实到这个时候 白棋接下来继续体结 但可以看到 黑棋其实 就本身这两手的收获就很大 嗯 然后黑棋这边吃厚了之后 白棋其实这个飞这个吃的价值都 比较矛盾了 效率都不高 对 它可能之前是为了去限制一些 但现在回头看的话 效率就不太高 所以 就是 再走打一会儿 就差距也比较明显 对 后来就是木树就明显不高了 嗯 所以 这盘棋 就总结一下的话 白棋主要问题 这盘主要问题 应该就是在上面这颗战斗 嗯 就黑棋虎过来 但是又没有走到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对 在战斗的时候 有时候人的判断 判断不清楚 但是有些图差不多 它就容易出现失误 电脑是非常精准的 这盘的话就是 嗯 其实没有什么有效的攻击 然后白棋又去打入 然后被黑棋走了一个先手 再去抢先把这边靠自己动手 那么后来白棋通过转换 虽然都连上了 但是脚也被黑棋破掉了 所以木树来讲就损伤很严重 然后黑棋也都一步一步都在吃着紫 那黑棋的全盘的紫 你看下的都比较是位置 这个效率也都很高 白棋 比如说这里以后还再补一下 实战也再补了一个 嗯 然后这边呢也显得比较拘束 这边呢这几个子 确实 就是也是没有什么木的气 嗯 所以还是走着走着好像就被 走着走着对 对 效率自己就出问题了 对 嗯 好 那么感谢石哥 这样非常可以说是解惑的 这样的一个总结 然后也感谢奇迷朋友们的收看 那我们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然后大家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